字幕志愿者 李宗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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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其實榮式燒雞扒的名字是怎樣由你 我們做廚房都不懂怎樣想的 黑椒雞扒 它又說黑椒辣在頭 照燒雞扒又說你不是照燒 炭燒又說是熱氣 那就是榮式的 那我叫榮 它是由多少年開始開創的 應該由1995年慢慢開始轉變 又要市場接受 大小 初初個個都不覺得它是雞扒 那慢慢要試 有沒有說送飯 拉麵 有沒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配搭有的 全部都有 其實雞扒你 它什麼都好吃 市民現在很多餐廳也有賣雞扒 這些什麼食物 你覺得自己榮式燒雞扒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烹調方法 可能給它們更成一籌 以往的雞扒和現在就是 兩個模式兩個概念 我用了中式的葉法 西式的烹調法 那就是我的雞扒 稍後有機會試一下 好 這個就是那個牌 孔先生剛才走到餐廳 看到上面有一個牌匾 那個牌匾怎麼有 其實就是我爸爸吃過 他說OK 其實我一直都不敢掛出來 我說要不清霸這麼重要 但是他說 你一定要做就做好一點 做到它清霸 要不然你不如不要做 孔先生 麻煩你帶我們去廚房 參觀一下你們 如何處理這個特色的 顏色契法 好嗎 沒有問題 雖然秘密基地 刀給你去 對 觀眾有報 OK 我將另外的切法 不好吃的拿走 不好吃的留下 所以其實裡面 這些位置是最嫩滑的 即是精華所在 最嫩滑 雞腿裡面最好吃的位置 在這裡 把硬的肉拿走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榮式雞扒 好 好 我們就試一下榮哥的 特色招牌 榮式雞扒 好 好 好 你先試一下 試一下 你先試一下 好 這個位置漂亮 這個位置漂亮 是 是尾位 我相信榮哥 我先試一下 嗯 它的皮很脆 而且沒有油膩的感覺 嗯 很滑 不喜歡太油 而且它的肉 汁味很重 我覺得挺好 主要是滑 嗯 滑 你吃到雞本身真的滑 的地方 那些感覺 嗯 皮其實是少少脆的 過脆的時候會熱 少少脆加滑 那就OK 好 你好 其實我想問為什麼你們會用榮式燒雞扒 去做店舖的名字 其實它的內油呢 其實最主要這個名色燒雞扒 這個產品其實就是我哥哥 他本身做了廚工幾十年的經驗 經過我哥哥的努力之後 就將它的外觀 或者味道調教了出來 發覺大家的回應都很好 那麼 也都有其他傳媒的報導 那麼突然間 原本我們有一間小規模的店 每天只做幾個小時的生意 那麼誰知道發現華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麼我們開始去籌備 慢慢再擴展我們的公司 其實現在呢 那個分店的情況是怎樣的 那個拓展範圍去到幾闊 那麼 如果這個品牌榮式燒雞扒 其實在香港市場大 香港的分店分佈大概會 集中了在港島區 那麼九龍和新界都各有些分店 所以我們會國內發展 那麼我們第一間的分店 其實已經在籌備著了 孔先生 是 據你所說 這間是你榮式雞扒店的第一間總店 是 是 應該是九二、九三年 由兩萬多元租 去到沙士後 它減到萬百元租 是 我才可以捱到一個 要不然就捱不到一個 是啊 那麼你們是做到幾時 這間總店才是 那些業主令到你們不做呢 應該都是兩年前 那麼其實會不會 當年九二年你進駐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這條街是很靜很 沒有什麼人流的 完全沒有的 其實當年你能夠用你榮式雞扒店 能夠闖出來 其實都經過很大的 一些的掙扎 一些的衝擊 能夠維持到二十幾年 這次又不好做 你是不是有些感覺都有點唏噓呢 都會的 其實市場變成我們都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我們去控制 我們只可以做 是 做 不過不要緊要的 這個其實 現在你都可以發展到跨國 不要這麼說 澳門也有 星國也有 其實你們 會不會遵守國內 諸如此類有這些想法呢 有的了 準備了國 國內始終我們有一個夢想 夢想 那麼他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